好 華為又中槍囉 最新進展傳出德國也要出手了 要棄華為 五年內分成兩個步驟 兩個階段 要徹底把華為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當中 踢出 西方國家到底在擔心什麼 那問題是我們從美國打華為的例子來看 一路這樣看下來 華為好像就是它越打它 它越奮發向上 華為的成熟晶片製程 現在說推進到了5奈米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德國政府 最近這樣的一個最新的公布 他說他要棄華為 當然不只是華為 他點名就是中國大陸這些企業 華為跟中興都在他點名的範圍當中 五年內完全禁用 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到2026年 2026年前當地的電信商 所以你必須把華為 把中興這些大陸企業製造的技術設備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中移除 先是技術設備 2029年前零組件統統也不能用了 接下來包括大陸製造的天線、輸電線這些零組件 也必須完全排除在外 好那大陸的回應是什麼呢 大陸駐德國使館就說了 你們每次都說是國安 但是國安是不是只是個藉口 是想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視嗎 我想先問一下了 這個大使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怎麼強調呢 因為基本上每次都說國安 每次都說華為是不是有這國安疑慮 有間諜疑慮 可是都沒有實質證據拿得出來 所以幾年前其實德國就說他要進華為了 問題是困難很多 你說為什麼 華為的5G設備給大家一個數字 在德國佔比高達6成 你把它全部禁掉之後 你的替代品是什麼 你還能跟誰買這樣的一個服務 會不會到時候就斷訊了呢 大使你怎麼看 我想回頭你剛才講的一句話 替代品很複雜 你把它這個華為的中心替除掉 說得容易 可是當然誰來替換 替換的通信商或管理商 有專家已經估計出來 至少50億歐元 50億歐元的代價 這起跳 這是財政上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個人覺得從內政上來看的 這是主要是為了德國裡面的通信業者的一個措施 內政部長來宣布 不是經濟部長 也不是他的消知中 是內政部長 因為他內政部長也涉及到管理他的一些內部的 所謂的通信的安全 通信的業者這些人呢 可能是跟蕭芝未來的選情有一點關係 因為蕭芝我了解 蕭芝在德國或在歐盟內部呢 他的民調很低 很多人反對他 那麼中心也許有些內政的考量 所以把這個口號先喊出來 2026嘛 2029嘛 這還沒發生嘛 那全是說我是跟你們一挂 所以這些通信業者的選票可能占大多數 所以蕭芝為了要 就是please這些業者 也是口號 但是能做得到 不容易 第一個我舉個例子 在實務上做不到的 像華為啊 德國是什麼工業最強 汽車工業 對 那麼德國現在有幾個 像奧迪 像Damler 這兩個汽車工業呢 華為呢 他的都已經長期大概有 他的設備 這兩個汽車 大概幾乎八成要靠華為的設備來 所以你就把華為去掉 那通信業去掉 那下一步呢 那你會把汽車業 這是連帶關係的 不是橋歸橋路歸路 所以這個執行上是有它的難度很高的 所以呢 然後呢 這個目前呢 全球呢 全德國有 大概將近十萬個 所謂的這種行動通信的這個站 但是呢 華為它的 它的站比率 你剛講已經六成多了 所以目前取代它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個人覺得這是 而且這個德國呢 它現在就是我講的話 就是中國的成語說 德國這樣做 開始其實德國跟中國關係是不錯的 從那個蕭茲啊 過去這兩年 先後訪問兩次 訪問北京 帶來都是大批的德國的產業界的領袖 一起去訪問北京 還引起歐盟內部的不滿 對蕭茲好像比較親忠 這內政部長所宣布的 說為國家安全的需要 這是很苍白的一個號碼 什麼叫國家安全 這定義何來 所以因此呢 總而言之呢 它將來執行的可能性 而且前幾 萬一今年要是川普又上來之後呢 整個情況又為之批變 所以呢 這個是不是能夠做得到 能不能執行的成功 而且你剛講 有些還有些 華為這兩年 已經被磨成一個 不敗的 一個不敗的一條龍一樣 它一直持續 連economist 兩個月前的 封面就是說 西方的這種 歐美的這種 要扼殺華為的這種 跟西方的業者的聯繫 根本不再沒有把它消滅掉 反正讓華為 它產生更大的創意 它業績越來越步步上升 好的確 那大使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還有個最近消息 我們來看大陸 大陸官方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是大陸官方的回應 怎麼說呢 你要禁我是不是 你要把我全部剔除是不是 但也很好笑啊 你看呢 這個大陸的環球時報 這樣的社評說 接下來你知道嗎 6G其實在世界上已經開始開跑 很多人都在研發6G了 你西方世界還在糾結5G 你現在說五年內把我剔除 問題是到了2029 2030年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已經在用6G了啦 5G可能已經慢慢又要示威 現在這個世界跑很快的 環球時報說 6G賽道已經開跑了 你還在糾結中國的5G社評 其實在全球領先的 中國再接再利往前推動 都已經到6G技術研發囉 有些國家還在糾結這個5G技術 到底該用哪家公司的啦 所以其實怎麼講也是蠻諷刺的 那當然我們跟劉老師一起來討論 就是說其實教授我們在上半年就講過了 華為真的很厲害 越打它真的就越奮發向上 它的半導體技術你真的不容小覷 上半年我們提到的就是它的智慧型的 旗艦手機Mate60 那時候推出還帶著它的業績持續往上攻高 現在又來了喔 欸Mate70馬上喔 據傳啦9月份會出來打的是蘋果嘛 就是蘋果對打 那我們來看到它接下來這個Mate70 能夠搭載哪一些的相關系統 這個最新手機接下來可能採用的是 中芯的5奈米喔 上次只是7奈米 再往前推進囉 5奈米要出來了嗎 欸不知道喔 看它接下來手機推出就知道 而且它的性能會超過高通骁龍 這個8第二代 那科技報導怎麼說的 說這個Mate70 Mate70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會搭載新處理器是麒麟9100之外 會由中芯的5奈米來打造出它的這個晶片 它就超過高通 再來它說中芯會用DUV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生子外光 而不是EUV來生產所謂的5奈米製程喔 因為現在大陸是用的是DUV嘛 雖然說高成本啦低量能 但是這樣的突破 能夠讓華為縮小它的處理器性能的落差 劉老師你怎麼來做觀察 華為真的是越打越厲害嗎 對 基本上我會認為就是說 手機的推陳初心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升級來講的話 其實對手機的品牌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行銷的一個事件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新手機 比如說2023的時候 華為的Mate60 它就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風潮 那今年這個9月 它就supposed應該是要公佈它的Mate70 那Mate70來說的話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邏輯 跟市場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都會不斷地推測你到底有什麼樣的 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會有區隔前一代的一個亮點 剛剛士芬也有提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它的一個處理器 如果在升級來講的話 或者在功能上面 去超過高通的整個驍龍8的第二代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有相當程度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在這整個行銷 或者是網路的一個聲量上面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伸 直接刺激銷量 那所以就手機品牌的一個 Launch新機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亮點絕對可以滿足 這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不然的話 它在網路上面聲量 負評就會大於正評 那在行銷的一個拓銷力道上面 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局限性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 其實剛剛士芬已經有非常非常清楚提到 這次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性能 新的一個處理器 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 來做一個打造 那所以市場也有傳說相關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說因為中芯它沒有辦法取得所謂的一個 極紫外光的一個圍影的一個設備 它所以用的是一個深紫外光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曝光器 藉由整個多重圖形推進到5奈米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成本沒有辦法跟一般的一個量產 先進製程晶片的一個量產的一個邏輯去做比拼 那但就是說呢 從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華為 它的一個最新手機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升級換代 反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幫助的 那所以從這些市場 它所釋出的相關資訊來看的話 其實外界對於這整個9月會Lunch出來的 整個華為的Mate70來講的話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這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手機的一個新產品 它要推出的一個過程中間 或許都會用所謂飢餓營銷 飢餓行銷這樣的一種邏輯 我釋出相關一些資訊 讓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手機跟其他的一個競品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區隔性 那你對它這個興趣就會滿滿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確實華為在美國不斷打壓的一個過程中間 還是體驗出了一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脈絡 那但是就是說我們講回來 美國美國這個圍堵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包括它這個設備來講的話 不能夠疏往中國或中國的一個廠商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美國不得不然的一個作為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你華為或者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那我今天美國圍堵來講的話 對我美國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延緩你中國這些相關高階晶片 追上美國的一些時間的一個範圍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了 是可是大陸市場你要說你真是又愛又恨 你真的不能放棄它為什麼 這個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艾斯莫爾執行長自己說的 多關鍵呢 艾斯莫爾執行長這樣說 包括德國車廠在內 他說全球晶片買家你都需要大陸生產的傳統晶片 為什麼 因為西方國家的投資不夠 所以目前就連歐洲 他自己一半的需求他都沒有辦法買足 你需要他供應 再來你也需要這個買家的存在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投入晶片設備 會佔據全球32%的份額 這個會位居全球市場領先定位 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從艾斯莫爾執行長的談話 到國際半導體協會產業的預測 這在在都是顯示什麼意思 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個認識 承認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這個華為中心它也就是相當爭氣 但是沒有產業是不能取代 但是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你要由誰能取代 假如人家可以取代華為 老早就不會等五年了 立刻就要把華為禁掉了 所以它有它真正的不可替代性 但是江山帶有財人出 一代新人換舊人 我們要仔細想想看 當年Nokia多囂張 Kodak多囂張 後來他不願意去做電子攝影 然後還維持在膠片 最後就被複射彩色追過去了 NetScape當年是最好的瀏覽器 最後不也要消散的 全路當年在傳真機上 或者複印機上多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進行政治力的介入 不足以完全扭曲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 所以大家將本求利 你還是要靠市場的利潤來支持你 所以北京擴大這些產製的能量的 這個晶片設備的採購 並不代表它會放棄繼續研發 而且整個製程 全部所有環節能夠掌握在自己 然後其中包括原料 機具 技術 專利 資料 數據 環控 品管 對不對 總而言之 這個因為一直是被封殺 從這個兩旦一新的時代到現在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覺得觀察的視角要從哪接入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展業 能不能帶動其他的業者搭配跟進 而且它有沒有能夠建立所謂的 規格的話語權 這怎麼講來呢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華為提出鴻蒙 對不對 然後希望不要再仰賴Android 對 大家市場要用 對 問題是有沒有很多的APP 全部都這樣跟進 有沒有人家都要跟著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看到 當年的蘋果跟DOS在那邊對打 後來Windows跟蘋果在那邊對打 所以這個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你假如不能領先 對不對 落後就是挨打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今天看那個講說 今天32%它拼命在載購 現在是因為求得到你 Asmore不是傻瓜 對不對 周有一天它不求到我的話 不僅一腳把我踢開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必須仰賴這個收入 才能夠滋潤它繼續的研發 否則的話沒有新的資金的 就是說沒有去賣東西 沒有資金的輸入 它最後也會被淘汰掉 是 那劉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基本上真的 它到5nm很快 一年時間我們說過它要成立研發中心 確實它就搞出來了 對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就中美在整個先進製程晶片 一個攻守的邏輯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是守 美國的守勢的動作 就是藉由一些政策去進行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性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上 劉毛病例outs 我們治療 最新的一件事 成立研發 感谢观看